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到我手中这把绿油油的蔬菜 很难想象这个是用喷 用厨余种出来的有机蔬菜 同时你一定也很难想象 在台北这个繁华都市的近郊 从土城捷运站走出来 没多远就有个地方 那里有鸭有鹅 可以脱下脚上的鞋 赤脚走在泥土地上 顺手摘菜 就可以直接生吃的农员 这一片农员的主人 就是人称辉哥的邱显辉 从小是农家子弟的他 原本在空调业工作了二十几年 累积了相当的成绩 因为复兴年纪也大了 农地不可能放着不管 这让邱显辉面临中年转业的抉择 是否放下稳当的薪水 回去当农夫呢 老家的农地位于土城旧弹药库旁边 即将被征收成土城看守所的新纸 邱显辉想起小时候赤脚踩在土地上 那个和土地亲近的感觉 但是现在这块土地成了农药残留严重 人再也不敢跟土地亲近的地方了 他决定回到家乡务农 而且想要从事有机种植 邱显辉到处请教 也在别人的帮助之下呢 自己也不断地尝试 现在逐步实现小时候的农家生活理想 所以即使被划入都市计划区的农园 未来有可能又要被征收 但是天性乐观的邱显辉 反而更珍惜和努力 也热于分享 希望发展成老少贤宜的教育农园 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跟着邱显辉 品尝这个浓浓的互助人情味 以及这一片土地绿油油的芬芳 品尝这个浓浓的互助人情味 感情很重要 很多人都说 来说我有一点问题 我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割 就我所知道我一直给你割 跟你说 我没有在这一家乡包 你有心想要揉 我给你割 跟你说都没关系 人家说农家子弟 以前没有假日 以前没有假日 像我们 读书回来 就是要帮忙 看也看得比较 人家说融为这一块 人家说 因为土地这方面的话 讲到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 她可以供应你的资助 只要你肯做 都没问题 邱显辉 每天早上六七点 就到农园开始忙碌的一天 整理菜园 除虫 到市场 收果皮 除鱼做堆肥 一直忙到天黑 我们这边土地面临一个 征收的问题 如果让更多人知道 这块立地能够保留下来 不被政府征收的话 当时想法是这样子 那参访团 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本身的收 额外的收入 现在先做上一件菜 自己做的肥料 我这边是 所有可以腐烂的东西 都可以做一个堆肥 做肥料 那些再硬的东西 他都有办法做分解 这天 日本和平船的团员 到农园参访 日本和平船是1983年 有爱好和平的日本人 市集刚达 号召日本有职青年 所组织起来的团体 往后每年一次 去拜访许多国家 传递世界和平的理念 邱显辉以光荣 且热忱的心 招呼导览 希望他们收获满满的回去 日本的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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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韩国的萝卜茵 这是韩国的萝卜茵 來吧 自動用的 它是你說的 這是不像的 這個就是教練學習的 但它是不成功的 就算不成功的 如果糖尾這裡 看來這裡的橫木 這裡是日本的 這個的 這個 這個 是 我心裡有什麼事 今天有誰要載嗎 中國信多倫 潘小姐 潘小姐是明天送 港胡蝦老師 他們當然反對 因為從前家人都要跟人家投入 他們當時也反對 因為像這種有機栽培方面的話 你要不要給誰 誰給你買 你講你有機 誰相信你有機 所以當時大家都反對 都不要 務農很辛苦 所以一開始 邱顯輝辭掉待遇很好的工作 說要當農夫時 全家沒有一個人贊成 但是他不放棄 慢慢地堅持和努力 有了一些成果 也讓家人從反對到全力支持 幫他 跟這種一個人沒幫我做 這種跟全家一起來 這個包裝也要有技巧 從剛開始也不會包 後來有一個榮子教我們 我們有時候套進去就好了 結果不是 這個還要有技巧 這輪憑的 都是他不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秋显辉 可以拥有一片绿意盎然的农园 并且从卷起库馆的农夫 化身为接待参访国内外团体的导览员 这是经过七年不断尝试和努力之后才有的成果 但是在前三年 他可是在没有收入之下咬紧牙关走了过来 所以只要有人想学 他可以协助和帮忙的地方 他都非常愿意分享 因为秋显辉深深认同 健康是钱买不到的财富 能做帮助人健康的农业 所以他很开心很愿意帮忙 有机农业从种菜到推广 每个细节都要兼顾 秋显辉一家人彼此分工 市集就由太太和儿子去摆摊卖菜 在市集他们也认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 当然也有来向秋显辉求助的有机农友 因为我老公如果再出来跑市集他太累 市集这方面都是我在弄 我出来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帮我这样子 没有啦我们就上礼拜休息而已 大礼拜是因为没有太接不上来 因为台风的关系 还有虫害的关系 对哦 又虫害 他等于说他等于假日他都要帮忙帮忙种 他要上班要种也很累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长一下子也不是办法 你两边坚固没有办法 就跟他讲说你要考虑到 只能做一样 看你要务融还是要记忆上班 后来他就说他想要务融 可是我觉得我是没有很赞成 因为他务融对我来讲是很累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家庭主婦 那务融我不是要下去做吗 我又不会 后来就想说啊好啦 因为赶快老婆又这样子嘛 老公做什么老婆就是要跟他 就是这样子啊 后来就想说好啦帮他这样子 就想一路走过来 可是刚开始很辛苦 因为我们做 因为老公要种有机 有机最快 因为你刚开始本来就不好种 可是我觉得我老公真的很自家 所以你跟他做 你就觉得很值得就对了啦 我觉得他没话 我们就用比较天然的方法下去做 你也要几点吗 那你盖章 就腹腿 对就腹腿换 那你两点可以换腿腿 腿腿很好吃喔 谢谢 你也要准备 你也要准备 快点来试吃一下 这什么好东西啊 欸你们做的酱喔 真的啊 你也做的酱喔 你也做的酱 没有做的蜜劍喔 有心得交流一下 我没有测试 你才很厉害了啦 你才很厉害了啦 这已经出事了啦 那你菜怎么样 找不到 因为口痛 不知道为什么 就失业无法踩 没办好啊 现在还这么小顆 都没有动的感觉 没有 因为你 你那个菜都没有动 所以一开始之前 像我爸以前还在种的时候 他也会 他也会在第二期收割完之后 会种一些大芥菜啊 萝卜那一些 他那时候看他种就很 感觉还蛮轻松的 然后 后来我们自己 下去尝试之后 发现说 没有这么简单 结果到市集之后 就认识灰勺了 很希望请灰哥到我们 那个 种菜的地方看一下 这样子 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我要爸爸他真的是 很专业 又又很热心啦 然后就跟我 沟通了很多的 一些 跟种水稻 比较不一样的 方式啦 然后也有很多种菜的 一些小秘诀 跟诀窍 他不会说 偷留一步这样 没有教我们 他就是把他自己 所知道的全部都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的话就是 以后 有机会 可以去教人的话 我们也是会 朝这个 这个 方面下去进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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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长期在大陆工作的年薪嫂 田地就在秋贤辉 农园的附近 但她忙于照顾年长的公婆 没空打理田地 秋贤辉得知之后 就主动除草 施有机肥 帮忙整理 年薪嫂很感动 在她的鼓励下 年薪嫂也跟进 不使用农药 我老公的同事 有一天说他无聊 就来 把我拔草拔一拔 把他拔得很干净 阿威就说 啊 帮帮帮帮来 我把你拌一拌 你就帮他做菜 说 他就把我拔了 他就把我拔 就是从头到尾 就把我拔 用他的耕耘机 这样把我拔 我说 那好啊 反正人家已经把我做了 我就接下去做了 我就自己开始种菜了 这也是阿威叫我看 要不然我也不会看 要不然我自己也不知道 脚白水它挡在哪里 这边的拔草拔 我来把它拔开 我来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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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拔开 都已经想好了 而且我去菜菜店里面 看菜菜以后 不能 我来拔开 整个都变 你会怎么会拔开 不是,因為設施在這時,剛好適合它的溫度 7月的環境都很適合它 都會適合它身長 這樣我多塊,多塊? 這樣多塊可以穿嗎? 對 我們擺的這條條條條條 土城農會推廣部的林洪文 認識邱顯輝多年 當年林洪文推廣安心蔬果班 邱顯輝力挺答應當班長,分享經驗 同時率先做認證 成為土城區第一位有機認證的農夫 除了是農會的優良農友 也和林洪文成了交流農業知識的好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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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要准班的時候 就找慧哥來 請他來當班長 然後帶頭先去做驗證 這樣 那他也很熱心 真的 他也沒有需要說 再靠有機驗證的證書來幫他證明什麼 因為他的客戶其實都已經 互動都已經很好 然後已經有一定的信任的程度了 所以他不缺責一張 我問過了 咖啡應該在印一點地方 對啊 那個 那次上課的照片 嗯 前陣子待有空證明 給你啊 給你回去 我開了一個班就是要讓他們 讓小朋友學習什麼叫做 有機 有機栽培 那 當然第一個就是想要慧哥啊 就請慧哥來做指導 有些小朋友就後來就 我覺得就在自家的陽台啊 就開始種啊 然後 雖然說種的量沒有辦法說很多 可是這樣子他們可以看著他的菜這樣長大 然後 那時候讓媽媽炒一盤菜一吃來吃 他們也是滿有成就感的 這一天 邱顯輝帶著兒子去桃園平鎮 帶訪在市集認識的重道農夫 馮勝芳和馮瑞文 他們想把田地一部分轉做蔬菜 但在做堆肥時遇到蟲蟲問題 所以特地邀請邱顯輝抽空到農莊實地看看 這排斜不大好 可是勾高比較高應該還好 不建議 因為你蓋到這邊的話 它從哪邊發出來 哦 表面灑 一個泥土這樣 表面灑一下 把種子蓋起來就可以了 他們最簡單就是用網子蓋 這樣就好了 好 邱顯輝的兒子原本是個工程師 在人生的黃金時期 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跟著爸爸守護良田 做沒有毒的菜 我是毒指管 然後是工程師 然後有些是要輪山班的 有一次就是我爸爸過來跟我說 就是他希望我回來 回來借他的農場這一塊 因為他說他身體不好 然後也不能太累 他希望我可以回來幫忙 想了一下 就想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他就回來幫忙這樣 你說的我們工程師傅 程師傅比較難啊 我們程師傅也是很慘的 你可以說什麼嗎 其實應該 我應該說的 我應該說 我應該在日本沒有看 你找我發送給我 因為發送給我 基本上是幾天還是八天 豬年條的 好 有一些人吃了我們菜 都覺得就是他們的身體變健康了 那我覺得我可以種出好的蔬菜 就是給很多人分享 所以這是一件不錯的事 然後有些爸爸媽媽就是帶小朋友來 我也想說如果我種一些農藥蔬菜 還是這些小朋友吃 我不是就害了他們嗎 好 這塊啊 你小鞋子那個哪 世間會 世間農事體 那個家他們怎麼種菜 那我會不會的啊 那這都不錯啊 那事件是 我從 碰到做種菜 我開心 自己在買經濟的耶 我覺得菜怎麼能播 怎麼播那些 會不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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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到幾個生到時有的人啊 有拖草啊 有類像農夫一樣的啊 齁 齁 齁 在後面 在後面 大家看後面 還可以去 這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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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在這裏走路五六分鐘而已 好啊 邱顯輝指導的無毒農夫 還包括台北中和的林永順 林永順住在中和 和弟弟一起創業做廣告看板 因為二十多年的技術經驗 有固定的老客戶 白天跑施工現場的他 常利用晚上時間在工廠做事 現在他又多了一項身份 農夫 因為有親友離癌 他發心要種無毒蔬菜給親人吃 但是他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 他的農地被叔叔和伯父們 噴灑農藥的田地給包圍 做傳統農業的親友不能理解 為什麼要做這種辱不敷出費力的事情 親友都反對的林永順 看到邱賢輝做堆肥種菜如此成功 就像找到燈塔一般 讓他更有信心繼續走下去 好 本來開始雄心勃勃 所有人都笑得笨蛋 我弟弟也是 做啦 做就能吃 我買水仔魚 那時候我就講 我一定要做出一份薪水 讓你們看看 所以很投入耶 我是那個出頭出不下去 我是用十字膏 每天除一點 十字膏弄鬆 然後弄一個 一天弄一個小菜鍋 小菜鍋這樣 慢慢往前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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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審柔他們是客家人 我審柔他們 我可以看他們幾 我真是靜蘇伊 他們種的 因為我大又漂亮 然後我就要死不活這樣 後來我就想說 我承認我種不過你們 所以我要種一點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 就說你們有用農藥 你們有那種模式 我跟你們走不一樣 我種輸你們 所以我走另外的路 雖然說比較辛苦比較累 但是我可以 所以我就走油機的路線 封收 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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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點小 蚊子是沒有黏黏的 這個黏黏的有細菌 現在還有黏黏的嗎 現在是那個 蘇瓜菜瓜會乾的 蔬瓜 這是 直接這淺品應該是還可以 有油水沒有的 這麼雞工生 不然菜瓜會很早 當我怎麼不在意 不然這個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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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你看這個 我受不了 這樣愚悚 好像 Protestant 有時候我老公 講一個 我們老公的老公 可能你們老公 我們不是老公的老公 媽媽媽媽媽媽 那也不是你怎麼處理 我知道他的意思 是天下父母心 我看我的小孩子就是在練啦啦隊 這樣當場摔下來 我也是心好痛 他們也是認為我這樣做 我做得要死這樣 好像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可以的 真的就是我覺得 重點健康的給家人 再說今天我也不算也要探機 他們說我覺得健康比較重要 就花花人 謝謝你 謝謝花花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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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種肥是種肥 所以說你看你看 你看我都堆肥 你看 好豐富喔 對就是堆肥 我有落這麼多 帶個米糠跟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羊分 是不是要加入一點那個 那個指導員就說 啊幾中午就只有你 你做有機的而已 然後我才碰到輝哥 就是大家一起去講 其實說這有機農業裡面 有沒有一些技術可以關磨啊 或者是什麼的 啊他就找我去 那時候才認識輝哥 輝哥才說 啊不然我相信 你會來 可以來問我啊 指一些那個微生物件 很多很多很多 我們吃的肥料 它就完全不討 就是它會 它把它所吸取的微量元素 或者礦物件 都有吸收到 或者它自然就有吹 喔 差別是在這邊啊 不是 晚上我就比較忙 我只有晚上才在做五星 晚上沒有電話 晚上沒有電話 可以認真的工作這樣 好啦謝謝謝謝 再次我給我叔叔看到 他又罵我啦 你是你 你真臭的喔 你要講啊 我一斤不掛 你一斤不掛 這樣就好了 那你啊 問你啊 上一次拿到四盤那個田間 要種得怎麼樣 水太多了 桃園屏站的年輕農夫 馮勝芳 以不施肥 不用農藥的自然方式 種植稻米相當成功 由於稻米一年 只有兩次的收成 於是決定在土地空閒的期間 嘗試種菜 除了自己可以吃到健康的蔬菜 也可以和好朋友分享 提供大家更多的選擇 他那時候有提到就是水太多嘛 然後他是建議說可以換地方種 可是那時候就想說 這邊就做 已經做出一塊空間 就想說先試種看看 然後就發現實在是不太行 馮勝芳種下菜苗後 因為排水問題沒處理好 而蟲害嚴重 不過凡是樂觀看待 有著農夫樂天之命特指的他 當然不輕言放棄 決定聽從邱顯慧的建議 到排水性良好的田地 重新栽種 我覺得要先把表面的雜草除掉 他說這邊比較不會像那邊那麼濕 這邊的話因為那個排水性比較良好 他地勢比較高一點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排水的問題 水量過多的問題 水量過多的問題 常常在想他會變一片菜 很漂亮 還蠻好玩的 可是就是 還是要繼續努力 林詠順 常常去找邱顯慧 有了小小的收穫 也會開心和邱顯慧分享 老天年吃生下就是我的 真的 他還沒有跟你講 我啃掉就不錯了 林甲肥多濕一點 了解 就會比較大一點 記得去做紀錄嗎 這個時期 什麼重漢 這也主要在於 你農戶本身 我就是不用這種東西 我不驗證 我一直用不用這種東西 因為從事有機這塊是 良心跟道德的 做法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幅 農家樂景象 已經逐步建立 做起來了 邱顯慧一家人 以及邻里感情也變得更緊密 這一切 支持邱顯慧從零開始的 是他常常掛在嘴邊的貴人 劉立學老師 他來自加拿大 太太是台灣人 他喜歡台灣人的親切 想要為這片土地做點事情 因為啊 他三枝家面臨海邊的這個 垃圾特別的多 他在幫忙 淨化海灘的過程當中 遭遇到 含有水分的 廚餘沒罵焚燒的 這個棘手問題 他探索出 廚餘做堆肥的技術 在自家農園 栽種多達二十餘種的蔬果 因為蔬果種出來 是又甜又脆 劉立學喜歡跟人分享啊 慢慢的 因為菜而結緣的人 是越來越多 認識了許多朋友 而劉立學不貪心 曾經有大企業要找他 技術合作 他斷然拒絕了 他始終堅守著 他僅有的三分地的農園 因為啊 這樣的大小 剛好的面積 跟太太兩個人 才能夠真正把它照顧好 當年秋顯輝想要做有機農 劉立學整整持續一年的時間 每半個月或者一個月 就從三隻下山來看他 毫無條件的指導他 除魚堆肥農法 陪伴秋顯輝走過前幾年 最辛苦的實驗期 才有現在的開心收成呢 劉立學 這位從加拿大來台灣 已經三十多年的台灣女婿 愛台灣的一片心 不輸給台灣人 當初因為三隻家附近的海邊 垃圾污染嚴重 為了處理食物廢棄問題 研究出除魚變堆肥的技術 這也讓他成為各學校和單位 進向邀約演講的對象 這天他就應邀到三峽的 安息國中做演講 問你不禮貌嗎 你是說什麼不禮貌 我不禮貌嗎 為什麼 沒有農藥對不對 沒有農藥 對 從不下 有一點 肥料越多越辣 是我看到的肥料的 可是這邊種的肥料 是市面上買的有機肥料 對 那我們這裡種的就是 前面全部都是用那個 廚餘做出來的 這樣子吃 味道比較好 對 不敢吃嗎 我通吃 但是我通常吃蒜頭 跟蒜頭很多 對 他們有些人在人物部上寫一些問題 包含就是 安息國中的秦老師 是學校綠化和種植相關培訓的總指教師 他把握難得機會 請教劉力學 種菜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 我去檢探過小男朋友 那天的下大雨 是我大雨 以後門是在後面 村校的門在後面 以後有一個家長過來 帶他兩個小孩 對 所以他說 你好得用功的 不用功的話 以後你要做這個工作 對 對啊 以後那個媽媽我也認識 對 真的 我轉過來 他說老師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差不多要進演藝廳 對 因為學生等一下會陸續來這邊排隊 然後準備進去 到哪裡 對 老師 劉老師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我來台灣的原因 是我是天主教的教會 那個我的教會的政策 是要幫忙台灣發展經濟 可是 沒有想到是什麼 因為台北工廠到處都開了 大家開始有錢 大家投資 再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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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別的 我說我要花時間 看一看 我有辦法 把台灣的房 房間會付起來 喜不喜歡 我的高利產 好 最重要是什麼 你們看這邊 葉子 都沒有動 我也沒動 很貴 一個 就是九塊 為什麼這麼貴 有機番茄非常非常難種 那個義肥 大部分 都是淡氣 所以臭啊 如果你要給它發酵 你要加糖粉 打氣 它不會有味道 OK 這個比它 這個肉比它難發酵 好 來那三位同學 來先過來 讓水果清潔 來幫忙這邊打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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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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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工廠了嗎 還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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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的好多了 真的嗎 對 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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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3 2 1 當年劉立璇耐心的指導和陪伴 幫助邱顯輝成功實踐 出於堆肥的農法 也讓輝哥發心要協助其他無毒農友 我剛才講說 你我都叫他先什麼 先以 先以 他是種水稻的 對 你先種水稻為主 對 這樣農法了 對台灣不捨 因為土地太貴嘛 對 我們免費不大嘛 我在跟我說 你 台灣有個願意 先過八道就過不走啊 你肚子都沒有顧飽 你什麼肚子都沒有 OK 一個半小時啦 一個半小時啦 差不多要 對 你們現在一個人要 對 好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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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魚林可以嗎 魚林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嗎 對 好 鯊魚的地方是可以 這是要海裡人 好要海裡人 好 但鯊 但鯊也不是喔 因為他還要放他 好帥喔 謝謝 謝謝 好帥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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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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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店 知道喔 對啊 你們這邊看我的 我這邊的環境啊 現在是看得出來 這個小天堂 所以我們也知道 這個小天堂 我們不會搬出去 你給我兩千萬五千萬一百萬 我一億我都不搬 因為我覺得環境是買不到 買不到的有一天 這邊的在一個月以內 就變成個垃圾場 所有的台北的園埋場都滿 沒有分化爐 我要努力看一看 能不能覺得我們這邊的社區的環境的乾淨 就是這個目的 不是 不是為了整個台灣 就是這個地方 我那個時候的想法說 如果我有辦法在一個小區做 整個台灣都可以做 每天早晨 去附近的店家和漁港 回收廚魚做堆肥 成了劉力學十幾年來的重要工作 因為種植健康有機蔬菜的秘訣 就從這些廚魚回收再利用而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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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回收的厨余再混合其他材料 经七八十度高温发酵 细菌分解 最后就成了养分非常高的肥料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六十年前没有这个情况 八九十十一 我有十一种今天 刘立学农员收成的农作物 主要是用网络及电话预定的方式 然后载配送货 堆肥导览和包装是刘立学的工作 而厨房的事就交给刘立学得意的助手 刘太太去打理 好 来这边 菜快出来 等到个大的危机 太太如爱 这个对于我来讲是 筛给我就上啊 可是我知道有些蔬菜 会帮他的大的忙啊 等一等我来讲加油老公啊 加油加油 所以我所有的精力就是出来了 我就是加油加油才出来了 救他的命 甚至是救他的命 因为他的细胞很强 大家说很危险啊 你看现在健康的不得了 刘立学每周都有来自台湾各地的预约参访 他来者不拒 乐于分享 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健康 长得17天怎么高 没有农药 他为什么没有农药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漂亮 一个洞都没有 跟我们一样啊 因为你们有抵抗力 我有一次来了三十几个人 以后我一直问 开始的时候 我问你们的兴趣在哪里 那这是说健康 因为我说这边有多少人 审在身体有点问题 不许百分之百健康 百分之百健康是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 像我不这样 有多少人这边不这样 这有两个 我认为帮助别人 并不需要吝啬 生理做烈完的 并不是说我帮助你的 我的生意就被你抢走 从我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从那边学来的东西 对他的生意有没有影响 一点影响都没有 只要你做出健康的东西 真正健康的东西 所以现在人家来问我 我也是跟他讲的 像那个我的叔叔 我有一个审徒 他一直问我说 你幼稚的 去读书的 到底说这个 我才不跟他讲 但是我现在不会 从飞哥那里学来的 哦 这个有 哇 这个 撞到了 撞到了 飞哥是剪刀的 这么漂亮 特别要感谢回哥 来到我们这边 特别的指导这样子 然后帮我们看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就是 最主要就是可能说 排水的问题 他会把他所有知道的 都跟你做分享这样子 不会偷 偷藏一步说 不跟你讲还是怎么样的 是晚上像一样的 靠近君 那太好玩了 那你再点晚等你了 不管 那确实状况 看留下人 要帮人 你要再联络 只要人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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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學 我也不會跟你講 因為畢竟等於說 你還講過 祝人活快樂資本 人生以福為目的 這話我們做的話 我們心情自然就很好 心情開朗一點 如果說我輔導他 他做得不錯 他能夠改善他的生活 我們何樂不為咧 我看我自己是像一個農夫一樣 一個農夫小一個種 你小一個種的 要一個地方 要一個土可以接受這個種子 聽我的言講的人都是土 有的時候種子不會發芽 因為那個土不好 這個也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農業都是這樣 不一定是全部發芽 可是你的希望是說 這個種子進去了以後 它會發芽以後才會出來 我的話是一個種子給他 會不會有結果 一定會有結果 這麼多人不可能沒有 他們一個種子變 後面的這個人知道 這個人知道 這個人知道 慢慢有個變化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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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有困了 來了來了 看完這個故事 不禁讓我想到 德國著名的劇作家 布雷希特 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無私是稀有的道德 因為從他的身上 是無力可圖的 劉力學 邱顯輝的故事 是無價科學 無私分享 卻讓更多人獲得健康 這人生最大的財富 環境也變得更美好 把愛傳出去 謝謝您的收看 lek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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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ole